各位朋友早上好 今天我们会去检查一下扦插的结果 我们看这边是前几天 我已经进行了扦插一只刀盆子的状况 我们先路过一下这些的 我们看它的那些芽已经开始脏起来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 这边也是一样 然后这里 这边 我们看这些芽长得特别的漂亮 今天我们再看一下上次生虾的那几个芽 OK 生虾的这几个都还没蒙花 只有一个而已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 我们看这边是上次我进行这个吸叉的掀插 我都还没打开 我们先看一下 这里面 OK我们看这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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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椰子它 差次有长起来 现在还是这个状态 这边的话有个蓝雕 其他的 都有这个芽 想冒出来的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这样也是OK 现在我们会打开一个 这个七杀限差的一个部分 来检查一下 OK我们看这边 有一些椰子的部分它有掉落 可是看这个状况的话还是OK的 OK我们看 还是挺OK 这些椰子 然后我看旁边 有几个芽的地方 它也有稍微蒙发的这个状态 OK 其实挺好的 好这边是后面的掀插 我现在也要让大家看看 另外一个 因为另外一个的话 那些细砂的质量不太好 可是我 我想它的结果会不会影响 我们再来看一下 希望结果不是很差 OK 我们看 好这边的结果也是 不是很差 我看这里 这些的椰子都还没掉落 然后这里 这个芽已经稍微蒙发起来 然后这边这个芽点也是会蒙发起来 这样子 这样也算是OK了 OK 今天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千叉的一个综合的结果而已 在下一个视频呢 我就是会跟大家分享的更多 好 OK 然后我们会先绕一圈 我们这些无花果 啊 啊 因为这一段是冬天 所以它长 长起来的 不是很好看 啊 啊 我们看旁边这里还有很多草 这样子 再过几天我会补充啊 给这些无花果一些啊 啊 配土 啊 我们看这 这些 现在很多 这 这些草 应 长起来 啊 OK 这样子 你看 现在这段时间都是冬天 所以 我们的无花果有一点缓慢的一个发展 OK 这边 然后这边 啊 是一些啊 少要的线插 我们看这边 这两个高压的无花果很长时间了 大概快三个月了哈 可是有一个 刚 啊 展开这个椰子来而已 其他的这个都还没蒙发起来 OK 然后我们看这边哈 哦 哦 很多 很长时间我都没看 哦 我们看现在很多少 再冒起来 这个状况 你要拿掉 要不他又 会吃啊 这些养分 OK 哦 哦 OK 这样子 目前的状况也是可以算是相当OK了哈 我们看这些盆栽的这个地方 好 OK 我们这里是一些花叉的哈 嗯 OK 嗯 OK 看来大家好就 看来就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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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好今天啊 我们啊 顺便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啊 啊 这个青山的地方 哦 我们看这这边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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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这边是我的老婆 然后 啊 我们看到这 这颗五花果呢 就是上次 啊 我们种这些青菜的时候 种了哈 OK 我们看 嗯 这边 他这颗呢 现在几乎已经OK了哈 我们看他的椰子然后 这边都 已经 樱起来哈 这样的话 就证明他已经 啊 有个正常的发展 然后 啊 我们看这边是 像是我跟我老婆 种了一些青菜的地方 哈 这是我老婆 大家好 早安 好 然后 我们看这边是一颗啊 牛奶果 有很多巧的果子在那边 然后这颗呢 就是去年我流果太多 所以 他又 现在又没办法发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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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这边是 这颗五花果 种了一个多月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旁边这里是 这颗牛奶果哈 果汁非常的多 我看 果汁现在都已经那么大了哈 OK 旁边这里 然后 还是有很多果 好 OK 有很多果 然后另外啊 那颗是果汁最多的哈 可能我会 在锅一段时间我会把一些 啊 不需要的我会拿掉 因为果汁太多 也会影响 影响到 啊 这些的 一个发展 好 今天我视频呢 想跟大家分享到时 而已 喜欢的朋友 请给我留转 留下评论 和登记我频道 再见咯